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物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布鲁克·罗林斯·特朗普选择的农业部长 想知道他的背景和特朗普为何选择他吗? 罗林斯不仅是农业律师,还是特朗普的老部下 曾在白宫担任国内政策主任 这使他在农业政策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农业部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机构 涵盖了从食品安全到农民支持计划等多个方面 罗林斯的任命将直接影响美国农业和消费者的生活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虽然对农业政策的具体细节避而不谈 但面对国内外贸易紧张局势 罗林斯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责任 此外,特朗普还在劳工部门做出了另一项引人注目的任命 选择了洛里·查韦斯·德雷默作为劳工部长 这位女众议员获得了工会成员的支持 这在过去是民主党的核心选民 这一变化显示了共和党在工会选民中逐渐扩大的影响力 这又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劳工政策 总之,不论是罗林斯的农业部长职位 还是查韦斯·德雷默的劳工部长任命 都将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中引发一系列变革与挑战 我们将密切关注他们的政策动向 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政治舞台上 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引发热议 这次是因为他选择了布鲁克·罗林斯·布克·拉林斯 担任农业部长一职 这一决定让人们想起罗林斯在特朗普政府中的显赫角色 以及农业部在美国经济和安全中的重大作用 布鲁克·罗林斯·布鲁克·罗林斯 罗林斯·布鲁克·特朗普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不容忽视 在美联社的一次访谈中 他称赞特朗普是惊人的老板 凸显出他们之间的互信与合作 正因如此 当特朗普需要一位能够在农业部领导并贯彻其政治理想的部长时 罗林斯·城为了他的首选 美国农业部USDA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机构 成立于1862年 百多年来 它已成为监管和促进全国农业、林业、牧场和食品质量的基石 从农民支持计划到食品安全检查 再到学校餐饮标准的制定 农业部的工作覆盖了美国的各个角落 随着特朗普承诺可能会实施的贸易政策和关税 罗林斯的领导能力将受到考验 特别是在面对可能的贸易战后果时 作为我们下一任农业部长 布鲁克将领导保护美国农民的工作 因为他们是真正支撑我们国家的脊梁 特朗普在声明中表达了对罗林斯的期待 农业部预计在2024年的预算将达到4372亿美元 显示出这一机构在美国国内外经济中的重要性 除了国内政策 罗林斯还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他将负责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 这涉及到关键的农业进口争议 美国面临着来自墨西哥对转基因玉米进口的限制 以及加拿大乳制品进口配额的挑战 这些问题急需罗林斯的精明才智来协调解决 在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工作的经验 使罗林斯对未来的政策制定有着清晰的方向 他的任命将如何影响美国的饮食习惯和经济走向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地区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罗林斯将不仅要处理农业部的日常运作 还需应对未来生物燃料政策的挑战 这些都要求他在环境和能源政策方面做出明智的决策 尽管罗林斯的专业背景和特朗普的信任 使他成为这一职位的合适人选 他仍然面对着来自各方的挑战 而这样的挑战不仅限于农业政策的制定 还扩展到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领域 罗林斯将如何引领这一部门 确保美国农业的稳定和发展 并为美国家庭提供安全和充足的食品 成为人们期待和关注的焦点 总地来说 布鲁克·罗林斯的任命 不仅仅是特朗普政府的一项人事安排 更象征着未来美国农业政策的走向 随着全球农业市场的变化和国内外政策的调整 罗林斯有着迎接挑战和创造新机遇的潜力 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职业生涯的延续 也是美国农业未来的开端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这位充满活力的领导者 将如何书写这个崭新的篇章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布鲁克·罗林斯被选为农业不偿 是特朗普政府的明智选择 首先他拥有丰富的农业政策经验 并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内政策主任 对农业政策的制定 有着深入的理解和实践经验 其次 罗林斯与特朗普密切的关系 使他的能够在政策执行和政府协作中更加顺利 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摩擦 再者 罗林斯所领导的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 一直致力于推动特朗普的政策议程 这表明他有能力和意愿去实现特朗普的农业愿景 即支持美国农民并确保食品安全 考虑到他的背景和能力 罗林斯的任命将为农业部带来稳定和创新 有助于推动美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罗林斯的任命看似是一个稳妥的选择 但实际上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 首先 他的背景主要在政策研究和智库活动 缺乏实际的农业管理经验 他能否处理农业不这么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仍然存疑 其次 罗林斯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 可能使他在政策制定上过于偏袒特朗普的立场 忽视农民和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更重要的是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 比如征收大规模关税 已经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罗林斯是否能有效缓解这些问题尚未可知 他的任命可能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 而非农业部长应具备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 这对于美国农业的长期发展并不是件好事 首先 针对管理经验的问题 不能忽视罗林斯在国内政策委员会的工作 他的政策制定能力 已经在多个重要领域中得到验证 包括农业政策 其次 农业部长这个职位 更多需要的是战略眼光和政策导向 而非单纯的技术知识 这点上 罗林斯是合格的领袖 再者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再怎么多争议 其核心始终是美国优先 而罗林斯在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的工作 正契合这一方针 他能够确保农业政策的推进 符合这一目标 此外 罗林斯在贸易战期间 支持农民的立场也很明确 他协助设计的援助计划 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农民的经济压力 显示了他在政策应对上的灵活性与时效性 总之 罗林斯的任命 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棋子 他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 来胜任这一职位 如果我们仔细考虑特朗普的政策对农业的影响 比如关税和贸易战 我们会发现许多问题 无疑 这些政策已经对美国农民造成了伤害 而罗林斯的任命似乎并未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反而可能延续这种策略 再者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策略常常只考虑短期政治利益 而忽视长期可持续性 这在农业领域尤为危险 罗林斯作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 面临着难以摆脱政治压力的挑战 他的行动可能更像是政治上的象征 为特朗普服务而非农业部本身的使命 此外 对于农业部这样一个需要高度专业知识和广泛合作的机构 选择一位政治背景浓厚而缺乏实际农业经验的领导者 可能使该部门陷入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利的困境 因此 罗林斯的任命充满了不确定性 未必能有效地解决美国农业面临的挑战 不容忽视的是 罗林斯在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的背景 正好赋予他一个独特的视角 即如何平衡政治期望和实际政策需求 他在政策设计方面的经验 将使他能够制定出更加贴合实际的农业政策来支持农民 至于关税和贸易政策 罗林斯过去曾参与的政策讨论和策略制定 赋予他在这一领域的特定洞察力 他能够在特朗普的战略框架内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此外 对于农业部这样的机构 领导者更应该是一名出色的协调者和政策制定者 而非技术专家 这样才能够有效推动各项计划的执行 最关键的是 罗林斯拥有推动农业政策变革的动力和意愿 这比起单纯的技术知识更为重要 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农业的未来走向 然而 当我们考量一位农业部长的资格时 不能简单地以其政治背景和政策研究经验为唯一标准 实际农业运营中面临的问题 如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 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技术的创新等 这些都要求领导者具备扎实的技术知识和实地经验 罗林斯在这些方面的短板 可能会导致他在面对实际问题时束手无策 至于他的政治协调能力 虽然可能有助于在华盛顿的运作 但是否能真正促进农业部的有效运行和农业政策的长远发展 仍然是个未知数 最终这样的任命或许会沦为一次政治交易 而非对美国农业未来的真正考量 农民需要的是一位能够理解他们挑战的领导者 而非一位以政治忠诚为主的决策者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奇奇在辩论中展现了不同的观点 对于布鲁克 罗林斯被任命为农业部长的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楚天书全力支持罗林斯的任命 强调其政策背景与与特朗普的紧密联系 而谢奇奇则质质疑 这样的任命是否真正符合农业部的需求 首先 楚天书认为 罗林斯具备丰富的政策经验和特朗普政府的支持 这使他能够在农业部内推动政策的有效执行 然而 这一观点忽略了对于农业部长职责的深入理解 农业部长不仅需要政策制定能力 更需要对农业运作的深入认识和实际经验 这是谢奇奇所强调的重点 谢奇奇警示罗林斯缺乏实际农业管理经验 这可能使他在面对复杂的农业问题时难以应对 尤其在气候变化 农村经济等方面 缺乏相关背景的他可能会形成政策失误 这无疑是对美国农业未来的一大隐患 在对特朗普政策影响的讨论中 楚天书试图为罗林斯辩护 认为他能在特朗普的框架下提出解决方案 但谢奇奇则指出 罗林斯的任命或许只是一个政治符号 未能真正解决农民面临的困境 谢奇奇的担忧是合理的 因为在过去的贸易战和关税政策中 农民的生计受到重创 罗林斯是否能够扭转这一局面 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辩论的后半部分 楚天书强调了罗林斯的动力与意愿 认为这比单纯的技术知识更为重要 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 然而谢奇奇再次强调了农业领域的专业知识 和实体经验的重要性 这些都是推动农业长期发展 必不可少的要素 他的观点提醒我们 农业部门的领导者 需要具备全面的专业知识 而不仅仅是政治能力 总结来说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 揭示了罗林斯任命的复杂性与争议性 虽然楚天书强调了罗林斯的政策背景 及其与特朗普的关系 认为这将有助于推动农业政策 但谢奇奇的质疑 则指出了缺乏实际经验的潜在风险 农业不偿的任命 不仅是政治考量 更应基于对农业神经的深刻理解 与专业能力 两位辩手的观点相互交织 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 这一任命对美国农业未来可能带来的影响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